Number 8 High Graduation 高件层次 将第一发数提升到60度的高度以后 侧发区的轮廓线就会变得很柔和 设定完引导基准线以后 另一侧也要立即地进行修剪 以令其与引导基准线相协调 第二发数 提升的发数在梳理的时候 为了能够体现出均匀的小层次感 要注意从上下两个方向进行梳理 第三发数 循循的加大提升的角度 第四发数 这里发数提升的角度约为70度 Port 每一个发数都要进行提升操作 要从发数的里外面进行梳理 第五发数 将发数慢慢地提升到头顶高度 第二分层线 第六发数 头顶上的头发在修剪的时候 均要呈水平方向拉出 为了令侧发区能够平滑地提升到60到90度的高度 请先领悟一下发数梳理 定行动作 以及左手指所在的位置等等 熟悉以后 自然地也就能够灵活地进行提升动作了 第七发数 修剪头顶上的头发的时候 其拉起来的高度 不要超过水平方向 这就是侧发区的最终发数 侧发区的小层次修剪完毕 另一边的侧发区 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 由于头发的立起位置 方向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请注意提升时 手指的位置和梳理的方式 顶层区全部都要呈水平方向拉出以后 再进行修剪 沿后脑区的发圆线 取一厘米发片 先测算后颈区的发长 勾画出外围线 并侧发区耳上部点的长度 能够与所测算的后颈区的长度相衔接 后脑区的第一发数 与侧发区一样 修剪的时候 均要提升60度的角度 虽与侧发区一样 都要提升60度的角度 但是 由于头部是成圆形构造的 所以 修剪的时候 要与发片线相垂直 并要与后颈区部 所测算的长度相协调 另一侧的发圆线 不要进行相同的修剪 以令两者的长度相同一 然后依次的进入下一发数的修剪处理 第二发数 不修剪的部分 也要将其整齐的梳理好 第三发数 侧发区要结合提升的角度 徐徐的将其提起以后 再进行修剪 这里的注意点 就是梳理的时候 要注意切割线垂直相交的方向性 剪第一线条的时候 切割线既是直线 随着逐步的令每一个发数 做提升动作以后 切割线也会愈发地呈现圆弧形 结合成圆弧形的各个切口 将发数朝着与其垂直相交的方向拉出 其结果 这一发数在主线侧的拉出方向 会与在后中区侧的拉出方向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进行头发梳理的时候 拉出角度 要呈扇形状态扩展开来 后颈区下方的发数 要结合头部的圆形构造 向另一边的侧发区方向 呈圆弧形 进行打理 举发片修剪的时候 要令其越过正中线 延长到另一边的霸原县侧 举发片修剪中 修剪后 请一定要确定小层次的分布状态 Pone 越是后颈区的下方 剪切线 就越是要沿着头部圆形构造 做圆弧状的处理 并且沿着头部的圆弧度 进行角度的变化 第六发术 以与发圆线呈平行状态的发片进行修剪 另外 在修剪成圆弧状的发片时 剪切侧中主线位置的时候 以及剪切发圆线位置的时候 请注意 请注意体会自己的身体姿势 提升进行120度的角度 第七发术 意识到重量残留位置的基础上 将发术做提拉动作 小幅转变姿势 令发术角度不会发生大幅度变化的动作 将是修剪漂亮剪切线线时 所需要的技巧 后中区 至相反一侧的分区部分 要进行叠合修剪 取发片 令其能够接触到相反一侧区域的发圆线 进行后脑区发术提升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事项就是 令其全部都能够与侧发区的提升角度相协调 可是后脑区发术拉出的角度是容易下降的 重量容易变重 所以需要考虑高层次减法的特征 来测算重量的位置 至此 一侧的小层次已经全部修剪完毕 POD 注意头部的圆弧度和拉出的角度 另一边的侧发区 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处理 跨度较大的发术拉出方向 会由于理发师的姿势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重量的体现会由于提升的角度而发生变化 请进行适当的控制 由于是跨出左右中心线进行修剪的 所以后中部区域不会形成较大的突出角度 站立位置 要因每一束发术逐步的进行转换 头顶上的发术几乎要拉出至水平的方向 至此 基本型的小层次修剪完毕 POD 所有发术在拉出的时候 都要与引导基准线成垂直状态 如果后颈区的角度突出的过大的话 则要进行检查 从外围线位置将发术徐徐的提起 对突出的角度进行检修 前额区部分的发术提升至45度的高度以后 将发烧修剪出参姿不齐的效果 接着进入与侧发区间的衔接修剪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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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发式所要追求的匀秤感 再确定要留的头发的长度 可以与侧发区衔接的时候 注意不要将头发剪到定角处而剪得过深 头顶部要考虑总体的轮廓 再决定要裁剪头发的发长 设定头顶部的正中线 拉出方向要采用90度的梳法 所有的层次都要修剪出相同程度的效果 以头顶部的正中线为基准 左右都要修剪出相同长度的层次感 进行中间到左右两侧间的层次衔接处理 另一边也同样要令头发 发式与头部的圆弧度相协调 进行大层次修剪的时候 左右侧要同时进行 并且要保持两者的均衡与匀称 沿发片线分别以1.5厘米的跨度 平行地向前进行推移修剪 所有的发术都采用90度梳法进行修剪 所有的发术都采用90度梳法进行修剪 政参照 注意,前额侧的发长不要剪得过深 设定后脑区的正中线,以前额侧的引导基准线为基准 修剪出同一层次感的效果 注意,不要剪到下方较短的部分 为了能够与前额区大层次很好的行击 以引导基准线为准,在后脑区修剪出成反射状的层次感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 这就形成了后脑区的最终发术 主要层次的重量感不要取得过大 构成发型设计基准的长度 包括右前额区的长度 侧发区的长度 后颈区的长度 决定重量的头顶部的长度 透过令各长度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来实现当初的设计效果 先考虑吹干后的头发状态 再进行大层次的定位 要实现最终轮廓总体造型的基础 就是要把握头部前方位置转换的变化点 以横向发片剪裁出的小层次 从正方向来观察的时候 可以加入一些有圆润感的小层次 要点就是为了令定角处 不要突出角度 横向发片要实施正确提伤 还要修剪出一些小的层次 其次 而后方至三个发际间 这段区间 最后者是结合头部的圆弧度 进行层次修剪的 所以修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发片线的取法 结合头部的圆弧度 进行层次修剪 不仅可以体现出头部的圆润感 同时 薄颈发剂还可以打造出 具有紧致美感的外形轮廓 把照片拍片不发at 进行层次修剪 也只是用写它 抽参想 进行层次修剪 误剪 主席 在乎 交叹 地路 通过去了 感谢观看